各位 糖尿病到手脚会发黑 就是慢慢要绝绝了 这个都可以缓解的 最重要它的记忆是什么 降低了血的粘度 血粘度降低 魔梢循环才会通 魔梢循环才会通 魔梢神经才不会会死 糖尿病最怕的是丙伐症 其实就是魔梢循环受术 所以各位 灵芝加黑末就可以很好的活血化衣 最后能给各位强调一个 一定在刚才讲的部分上 如果说你已经有刚才讲到的动脉斑块 你已经是新本老本的候选人 请你第一个步骤 你一定用灵芝和黑末先活血化衣 改变血液品质在先 然后以我的经验要一个月 一个月后你再来慢慢的用 刚才谈到的残疾蛋白 满你的这个复发来做什么 来清理动脑方块 还有一个强调点 你现在在吃的西药 请你在四个月内不可减少成灵 你需要照吃 西药都通常在饭后吃 然后呢你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灵芝黑末 包括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夹得的书生美好 或者说这个 残疾蛋白 你要重叠这个 残全是两者要重叠 就是一个冰块也要加 一个火也要关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吃了五年十年 甚至二十年的西药 你的细胞已经适应了那种药性 不可冒犯掉 然后慢慢的你开始 西药慢慢减少 那么你目前该吃的 像刚才自然疗法的方法 你不可以减少 慢慢慢慢才可以吃的 刚才的那个林先生 这个新加坡的那个林先生 他是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其实稍微快利了 但是你要注意 他是全面性的 减重饮食活动 这个同步进行 每个人的快慢因人而异 在中国大陆不少的人呢 有的用一年半的时间 也就慢慢就减少 那么这里给大家提醒 每四个月做观止 每四个月做观止 你可以用西医的方式来做追踪 简单一句话呢 就是说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都是一些具体的方法 那它道理 大概会给大家 稍微做一个简单的陈述 等会如果还有一点时间 有没有问题 那么我可以回答 如果有没有呢 就暂时就祝福大家 好好过个冬天 冬时萝卜下迟将 医生不离开药发 不要忘了青菜萝卜 是最好的药味和食物 谢谢各位 我们谢谢何社长 苏生美这个东西 早稍微 555 你们 Wuhan 这个东西 如何 来 好